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白的好朋友 他姓杜 名叫杜甫 很好 虽说呀 这两个人是好朋友 可是杜甫却比李白小一些 那么在这儿给你们算到数学题好不好 他们两个相识的时候 李白44岁 杜甫33岁 所以他们相差多少岁呢 哎 对了 他们相差11岁 其实呢 在中国的古代啊 所有的诗人 或者说所有的男性之间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也就是崇拜自己的哥哥 他们认为如果有一个人 他比自己的年龄大一些 而且非常的有才华 能够跟这样的兄长做朋友 交流文学创作 这简直就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事情了 如果你们知道这个 你就会明白杜甫对李白的感情有多么多么的深 第一 李白比杜甫要大 第二 李白那么的优秀 所以杜甫有多么希望能够跟李白交流一下文学的创作呢 虽然他们两个算是朋友 可是写作的风格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李白很豪放 很浪漫 但是杜甫却非常的现实 也许这跟这两个人 他们所处的时代稍微有一些关系 虽然他们都是圣唐时期的著名的大诗人 可是李白呀 生活在唐朝最最最最最好的时候 而杜甫那个时候呢 唐朝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内乱 那么这个内乱叫做安史之乱 以后你们会更加的详细了解这部分历史 所以呢 社会一旦出现了动荡 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发生了战争 我们肯定不会那么快乐了 对不对 所以杜甫啊 更多的是在思考 哎呀 这个国家 他接下来的发展应该怎么样 我能为国家做点什么 哎 如果我什么也做不了 这该怎么办 所以他难免不像李白那么的浪漫 乐观 而杜甫他的作品也非常非常的有杜甫的特色 那今天呢 小河老师啊 就带来了一首杜甫的诗 名字叫做《绝句》 有人会问 小河老师 写过绝句的诗人有千千万 这绝句是什么意思呀 杜甫写的绝句跟别人写的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绝句并没有任何的含义 它其实是古诗的一种形式 那么绝句非常好辨认 也就是一共有四行的诗 那么就叫做绝句 我们之前学习的很多的古诗都是绝句 小儿锤调 江雪 梅花 它们都有四行 所以都叫什么呀 都叫做绝句 那么李白的古朗乐行 虽然我们学了四句 但是它是节选 所以它还有好多好多的句 所以呢 古朗乐行就不能够叫做绝句 很多诗人呢 他喜欢把诗的名字叫做绝句 主要是因为他们太懒了 他们一般呢 是先创作了诗的内容 可是等到起名字的时候就觉得 哎呦 这起名字太难了 干脆就叫绝句吧 所以啊 杜甫的这首绝句也是这个原因 不过 绝句的名字都相同 内容却千差万别 这首绝句是杜甫在成都写的 杜甫在成都有个家 叫做成都草堂 相信很多小朋友都有听过 现在你去到成都 这依然是一个有名的旅行景点 而杜甫曾经就生活在这个杜甫草堂 那么他在杜甫草堂生活的时候 刚好国家呀 慢慢有了一点起色 杜甫有一天心情大好 于是就站在自己的草堂里 望着远方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就是今天我要讲给你们的绝句 那么现在听小河老师把它朗读一下吧 绝句 唐 杜甫 两个黄梨 明翠柳 一行白鹿 上青天 窗寒西岭 千秋雪 门伯东吾万里传 是不是非常的压韵呢 每行有七个字 一共有四句 这就是杜甫的绝句 那么这个绝句呀 每句都非常的有意思 第一句 两个黄梨鸣翠柳 它的意思是 你听 有两个黄梨正在树上叽叽喳喳的唱歌 你能听出来杜甫的心情很开心吗 他要是心情不好呀 他会觉得 哎呦 这两个黄梨吵死了 可是他在心情好的时候却觉得 这两个黄梨正在树上唱歌 那么接着 一行白鹿上青天 远远的天空当中 有一行白鹿正在展翅高飞 而且它们排成了行 如此的有节奏 如此的有秩序 好像白鹿这种鸟 都能够感受到杜甫美好的心情一样 窗寒西岭千秋雪 窗外 它的西岭山上的雪 已经慢慢的融化了 就好像是唐朝的背景 唐朝的现状出现了好转一样 门驳东吴万里船 他们家的门口停着从远远的东吴 游过来的船 那么这些游船代表着唐朝的文化 以及经济和贸易又开始流通了起来 所以唐朝是不是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呢 而新系国家的杜甫在这个时候当然心情好极了 不过呀 关于这首诗还有另外的一个小传说 说这个杜甫当时在杜甫草堂生活的非常的落魄 跟自己的妻子两个人每天粗茶淡饭 有的时候喝一碗粥只有米汤 或者里面只有三五粒的米粒 别提有多可怜了 有一天呢 有几个朋友来到杜甫的家中 想要跟杜甫吃顿饭 杜甫到厨房一看 发现他们家呀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些鸡蛋 几粒米 还有一些绿绿的蔬菜 除此之外 一点肉都没有 这个时候杜甫的妻子很着急 他说这可怎么办呀 让你的朋友嘲笑了我们 杜甫说 没关系 要不然呢 我给他们做四道有意思的菜 于是呢 这个杜甫就把两个鸡蛋放到锅里边 把鸡蛋煮熟了 然后把蛋清剥开 把这个蛋黄从里边拿出来 接着 他又把这个蛋白切成碎末 再把那个蔬菜放到水里边涮了涮 于是这四道菜就有了 那么第一道菜就是两个黄梨鸣脆柳 绿叶的菜配上两个蛋黄 你们想象一下 是不是两个黄梨云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是怎么做的呢 当然就是放一些鸡蛋的蛋白了 每个蛋白就像是一只白鹿一样 创寒西岭千秋雪 这就是剁碎的那个蛋白 当然也有人说放的是豆腐 不过呀 这两样东西看起来也差不多 门泊动物外泥船就更有意思了 豆腐弄了一点水 把水烧热 在里边放了点盐 这就是一碗汤了 然后他又把鸡蛋的蛋壳放在了这个汤上 就好像是小船飘在水面上一样 所以你看这四道菜听起来好像完全不一样了 豆腐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呢 所以这首绝句呀 除了代表豆腐的心情 唐朝它的变化也代表了 豆腐的生活情趣 所以呢 小河老师带着你们 我们用快乐的心情再把这首诗朗读一下吧 绝句唐 杜甫 两个黄梨 明翠柳 一行白路上青天 窗寒西岭 千秋雪 门泊东吾万里传 太棒了 那么今天的首诗记忆法是什么呢 第一句 两个黄梨 明翠柳 一只手 两只手 两个黄梨 明翠柳 一行白路上青天 一只手指就可以了 一行白路直指天空上青天 窗寒西岭 千秋雪 外面有什么呀 哎 雪山 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表示山的动作 窗寒西岭 千秋雪 门泊东吾万里传 看这两只小手像不像是小船呢 窗寒西岭 千秋雪 门泊东吾万里传 那么加上动作 用愉快的心情 我们把这首诗再来展示一下吧 绝句 唐 杜甫 两个黄梨 明翠柳 一行白路上青天 窗寒西岭 千秋雪 门泊东吾万里传 好了 今天这首绝句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了解了可爱的杜甫 那么他其他的诗歌 小浩老师也会在后面的课程 逐一的给大家讲到 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了 拜拜